来 第二轮选择 徐霍柳 还有机闪灯 来 评一下他们的推荐出位 给你营销类的ERP分析 这么一个稿 那这样你既可以接触到营销 但是又不浪费你以前的才华 当然在这一系列里 还可以去做营销类的内控等等 我觉得 营销 你是感动的哭了吗 为什么 我拿着这份简历 从来没有人 不好意思 有点敏感 这个我以后一定敢 你把刚才的话说完 你说很少拿着这份简历 我拿着这份简历 很少有人愿意给我机会 你试过很多次吗 不试过 好 没事 加油 我觉得简历挺好的 还要转岗 所以我跟你是一国的 还要转岗 你跟我们都是一国的 其实我觉得你虽然财务有11年经验 但你人力资源可能知识很空白 其实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是可以在营销跟财务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而且还会有很好的职场的竞争机会 行吧 工作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 那尹峰 我觉得期许挺好的 我特别喜欢你 我就特别愿意培养有这些财务基础的人 未来成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因为天生具有数字的敏感和财务模型 所以咖啡机留给你的岗位是 我已经成功做的机会 那通灵珠宝给你的工作岗位 是我们的运营管理人员 就管理专卖店 直接就可以做间隙店长 我愿意给你我们PVGO的营销专员开始入手 我给到的岗位是 美拉在贝斯在深圳的电商的用户运营经理 负责我们用户的复购和社群运营 大家都知道我是芬妮莫属的灭灯王 我很少留灯到这个环节 不仅仅是因为我挑递 还是因为我严格的执行我选人的标准 我从来都是说真话真说话的一个人 我觉得真的好 我就会一定支持你到底 我做公关出身2003年开始 服务搜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 做PR和marketing是我这辈子最擅长的事情 我很少给没有专业公关背景的人这样的职位 我愿意给你们 我们公关和marketing是一个部门 我愿意给你公关专员这样的职位 让你参与到这个团队来 然后这个部门是我直接领导的 让你去感受你最热爱最向往的PR的工作 灭掉五盏留下两盏 吃吧 谢谢您 其实我最喜欢您了 这是您的 你喜欢我的面 谢谢姐姐我也很喜欢你 我可以抱一下 你现在特别适合我 我瘦了 谢谢 谢谢 有请刘亚童 假舞生 谈钱不上感情 请揭晓 九仙家 五千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亚童真是让我大跌眼镜 还夸了那么多那么久 亚童 而且还表白的那么深级 还表白那么深级 没有啊 那个 琪琪 我 你没有选那个陈浩陈总 我一定要告诉你 如果你要应聘财务港 你拿到的钱 一定我可以给你 没有问题 转港就存在风险 我佩服你的勇气 我现在在 我现在开始教你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你明白吗 明白 你没有一点媒体资源 讲的也都是废话 人家人家这水平摆在这里了 学习 九千 你又不是公关公司 你少废话 我的企业 我愿意开多少 开多少 那你欺骗你欺骗人家选手 你如果有勇气 欺骗人家选手 你如果有勇气挑战自己 要做这份工作 我这里是你必来的选择 其实亚童 我觉得有点太压他的价格了 就是说我同意 他如果转港 是从一个新人做起 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工作 有十余年经验的人 当然我们说他没有公关资源 但不代表他不具备一个基本的素质 和他的阅历 而这些阅历和经验的话 实际上也是要等同于他的价值的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给到那么高 但是我觉得五千块 对他来讲我觉得太低了 特别好 娜娜 我回回这么爱你 我帮你说一句 其实我倒在这里不太同意其他的意见 我觉得如果是纯粹的营销转港 你跟本科毕业生的差距并不大 五千块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带着一定的财务经验 去做讲读这个港 九千块钱可以了 所以我就讲 其实你得研究 你最适应切入的岗位 到底是什么 那个琪琪啊 我是特别实在直接的人啊 关于娜娜的这个话 你自己考量一下 我只想跟你说 我愿意用这样的诚意 这样的代价亲自带你 让你involve到我们的团队来 绝对是一种诚意 其他的我一律都不讲 因为五千绝对不是你的终点 琪琪我该出来的薪酬是十分冷静和客观的 因为我要观察你十几年底是一个很坚持的人 一直在做财务工作 最重要的问题是你不是做的单一的一个简单的会计和除拿 我是十分看重的 好 15秒钟 影联传媒 同仁堂 或者是谢谢再见 琪琪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同仁堂 没想到刘虹给我的是一个这么贬任管理的这种岗位 所以皇冠有点重 不一定能顶得动 所以回去要深思熟虑一下